HELLO 大家好,我是HIDI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日的晚間護膚程序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我晚上怎樣做護膚品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IG 知道我平日給付出的抽獎是在公司拍的 可想而知公司是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人理我 我附近是沒有人沒有物 所以平日我上班是不會化全妝的 除非我是約了人 或是有什麼特別的事 或是心情很好 不然我會化很淡 遮了黑眼圈,畫眉毛,鼻影,胭脂,就會上班 所以我一般下班都會用Clarance 這支Clarance & Milk是落妝的 這支Clarance & Milk我之前也有說過 在2018我最喜歡用的護膚品上半年的一集 都已經提過它 它擠出來是一個淺綠色的洗面奶 我一次過不是用那麼少的 其實我都用得很多 因為它400ml 我覺得整年都用不完 所以我不會節省的 我一下子會噴8-10噴去洗臉 很簡單,乾手乾臉摺上臉 之後會用淘寶洗臉筋 濕水去抹 因為洗臉筋是很油韌的 所以我可以繼續去洗臉筋 擦到臉乾淨為止 所以我會去洗臉 洗臉方面 因為我皮膚比較敏感 最近我都在用一些手工肩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都會放連結在下面 我在門市買的 Tona也是在用HERROR的 這支做了打底 如果皮膚很敏感那段日子 我就沒有用它 但最近比較OK 還好 如果你看影片 我有紅色的話 應該是最近打風 天氣不穩定 我都是比較差 但沒有之前那麼難 我都會用這個Tona做打底 我會用化妝棉 印一下拍的方式 就上了整個臉 不用太多 因為我都是做打底 之後就不少這個步驟 就是Claris這支Tona 這支我都故意拍一段影片 我都會先去趕過它 就會開了它 倒兩滴出來 全臉用手拍照 等到它吸收完 就會完成整個Tona的過程 完成了剛才以上的步驟 其實每一天都是一樣的 之後就會分三個不同的情況 去做不同的護膚 第一個情況就是敷面膜 一個星期我大概會敷三天的護膚 其實我都沒有特別的 我最喜歡用的面膜 很多都跟大家分享過 亦都因為我沒有用完 所以其實都比較少去買一些新的面膜去試 看看遲些會不會去旅行的時候 會手購一些新面膜 其實我平時都是多敷一些開架的面膜 如果你想知道我喜歡敷什麼面膜的話 我會放一些連結在上面 就可以看我之前說敷面的一些影片 通常敷面膜我都會設定時間15分鐘 然後那15分鐘我會做什麼呢 就是會抬腿 其實我每一天都會做抬腿的動作15分鐘 我不知道有沒有效 但是自我感覺良好 我覺得做完之後 雙腳是沒有以前那麼浮腫的 除了敷面膜之外 我都會有一至兩天都會敷一些果凍的面膜 最近都是用Blofisterma的兩款 一款是美白一款是保濕的 面膜裡面其實我已經用了很多次了 我已經用了十幾次 一個多兩個月才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品牌是我一直都聽說過 也都用過他們的B5 Gel 但是我沒有用過這些產品 所以我是要試真點才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會迫我媽媽一起去試 有時候不一定是我這個肌膚的人去用 看看其他肌膚有什麼感覺 這兩盒的面膜其實都是有分別的 藍色的面膜是透明的 聞起來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反而粉紅色的這一盒裡面是軸軸的 不是全透明的 而且也蠻大的香味 我自己比較喜歡敷藍色的 但你說它的保濕效果是否很卓越呢? 不是的 我真心跟大家說它們不會有超顯的效果 每一盒都是500克 超大容量 反而這兩盒面膜 它敷完最大的感受就是臉是白了 它會即時做到提亮亮白透亮的效果出來 不知為什麼 就算是唇保濕這款 我第一次敷是有驚喜的 但是過了第一次之後 又好像沒有那麼白了 奇奇怪怪的 可能後來有那個期待就會沒有那麼白的效果 所以就沒有的 但是敷這兩個面膜的時候 一直都很涼淡淡 特別是你曬完之後去敷是超舒服的 而且你敷的時候 這隻面膜我是敷很久的 它是說敷30分鐘以上 基本上我一路敷會一路看劇 玩iPad或者剪片 一路等時間 過很久很久 可能過幾小時 它們都不會乾的 它們還是這個啫喱狀 然後用裡面那個刮刮 無論你是想的面膜 或者你是落走的面膜 我都是用這個 其實都挺方便的 我覺得 面膜大約是這兩款 如果不是有時候我都會敷 overlight面膜 但是夏天敷睡眠面膜 我覺得有點黏 所以都會留在秋冬的時候 會用多一點 如果不敷面膜的時候 晚上的routine會有什麼不同呢? 第三個情況就是用這兩支 serum 這支 serum不用說了 上次Clairs的影片已經說過了 通常我都會用這個美白的精華 再混合這個 Lovesterma DNA EGF Serum 一起去用 這個 serum 想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寄給我 我看到它是這種瓶 平時的B5 Gel 或者一些很稀的精華 都是用這些瓶的 我上班 早上 我打算當它是一個精華 這樣用 超級瓶的 原來它是一個油 它的質地真的跟那些按摩油有的廢 它沒有那麼厚 但是它也是需要時間去吸收 而且是耐久的 所以那一早上我真的謝謝它 我沒有遲到的 但是呢 呆了 我一推那一刻 為什麼會是這麼油膩的 那時候呢 我非常害怕這支 之後呢 我想我過多一個星期 才開始再碰它一次 因為始終別人寄給我 我也要用的 那我就改在晚上用 發現了它的好的地方 那這一支油呢 如果你是混合性偏油的肌膚 那些肌膚呢 不適合你 你應該超討厭它 因為它是很油的 那晚上的時候呢 特別是現在開冷氣 那你無論用什麼light cream 其實你過了一晚之後 都是很乾的嘛 那所以如果你晚上用一些比較油的質地 去做一個按摩的話 其實對於你皮膚的吸收 還有鎖水的能力都會好很多的 那我就會用這個美白精華去混合這個油 然後就不斷擦臉去按摩 那我還會用12元店買回來的一個按摩棒 那去做一個通一下淋巴的動作 那其實臉真的會沒有那麼腫的 那這個呢 又是超好用 12元 那它可以做到刮沙的效果 你會看到我用完之後眼底這個位置是紅的 那你如果每一天保持這樣刮的話 其實對於那個血液循環都會好很多的 那來到最後呢 還會有第四個方案的 那這個方案呢 就是在我非常懶惰 很晚回到家 不可以不護膚 但是又真的不想搞那麼多樣東西的時候呢 就會怎樣做呢 就會下瓶 洗臉 Toner 然後呢 就會去用這個serum 液滴兩滴 或者一滴 等等等等 再加上很多的light cream 那我就會塗完整個臉 厚厚的這樣塗 那這樣就會完 那其實大家都應該跟我一樣 不會只有一個的routine 你都會根據不同的天氣 不同的敷放 不同的心情 然後會去轉換一下你們自己每一天的護膚品 那最重要呢 就是找到一些適合自己用的護膚品 然後可以讓自己用得開心 皮膚又用得穩定的護膚品 那所以呢 今集呢 我都會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give away的 這一枝呢 這麼大枝 有500ml的呢 就是love is derma 其中寄給我的一件東西 那就是一個落妝水來的 那它呢 就說是一個混合性或者油性肌膚去用的 那很明顯就跟我沒有關係啦 那我放在家也沒有用 決定就送給大家的啦 那這個呢 我就真的沒有試過的 那所以呢 你們就要自己去衡量一下 合不合你去用啦 那這麼大枝的落妝水呢 我想這裡也會很久用的 如果你想得到這枝這麼大枝的落妝水的話 記得要like這條片啦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是油性或者混合性肌膚 是比我更加適合擁有它的話呢 那我就會在留言裡面呢 選一位的幸運兒 那我就會把它寄給你啦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先啦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upload兩條新片的 接下來呢 這幾條片呢 都有一些小型 或者大型的give away的 記住不要錯過 介紹多些朋友去看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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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有些人是要用的來的 有些人是用的來的 會嗎 有些人